今天呢我们来教大家做一道菠萝炒鸡丁 首先呢将鸡胸肉从中间切成两半 然后横向切成条状再重向切成丁 切好之后呢我们将鸡丁装入一个碗中 倒入料酒 蛋清 盐和淀粉进行搅拌 之所以加入蛋清呢是可以让鸡丁更加嫩滑 腌制鸡肉的同时呢可以将菠萝切成小块放在盘里备用 水果的酸甜搭配鸡丁可以胜过任何调味品哦 那接着呢我们热锅倒油加入姜片爆香 当锅里油沸腾了之后呢就可以把腌制好的鸡肉入锅翻炒了 当每一个鸡丁啊被炒至白色的时候呢 将切好的菠萝再倒进锅里 然后呢再一次放入蚝油和糖进行提味 最后呢把青椒也倒入锅里 差不多翻炒一分钟左右转至小火姜汁收干 这样就可以装盘了 做上这一盘清爽开胃的酸甜炒鸡丁 全家人都开心哦 做上这盘子的东西 炒鸡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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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